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我相信最近很多的投資朋友 都已經快要瘋了 今天又跌了199點 老船長這該怎麼辦 不需要問老船長應該怎麼辦 應該問你自己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因為看測標 鐵齒磨成繡花針 老船長我們從小學的是 鐵齒一直磨磨磨 一個很粗的磅子 圓磅子 叫鐵齒磨磨磨 鐵做的還可以磨成繡花針 那個意思是說你要有恆心 對不對 但是現在台灣的文化 把這一句改成 鐵齒 意思怎麼樣 你很鐵齒的 講不聽就叫做鐵齒啊 跟你說不要用你的感覺 來判斷這個行情 因為在這個亂七八糟的 最近的這個行情 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亂七八糟的過程當中 你是沒有辦法用理性來判斷的 因為你會怎麼樣 會憑你的感覺 會憑你的感覺 而你的感覺最近很怎麼樣 很恐懼啊 對不對 我不是常常跟你們說嗎 你要懂得用怎麼樣 科技來戰勝怎麼樣 貪婪與恐懼嘛 那最近大家都在恐懼嘛 對不對 好股票壞股票先殺再說啊 好今天時間很寶貴 我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說有些股票 像今天來講的話 它譬如它是衝很高 對不對 它的線型什麼都跟大盤沒有關係 那因為今天大盤再跌的情況之下 它做了一個壓回的動作 但是呢 它還在王冠AI智慧系統的多頭架構 結果呢 你把它幹掉做肥料 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我隨便舉一檔例子 大家看一下8028 8028 好看一下 8028的K線是怎麼樣 全台灣股市最強的 那麼今天怎麼樣 很多人怎麼樣 把它幹掉做肥料 管它對不對 可是你看呢 還在多方架構 它是怎麼樣 非常強勢的股票 那麼只是做一個修正壓回的動作 它並沒有翻成空方 所以很多人亂砍一通 砍錯了 反而有一些是空方架構的股票 它拼命在怎麼樣 加碼攤平 有沒有這一種 等一下我們往下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現在腦袋要清楚 你不能說這股票一跌 你就把它就砍了 對不對 人家已經是怎麼樣 最強的 我們看轟天雷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看轟天雷 這轟天雷嘛對不對 有沒有 台北股市往下走 這個股票往上走 它當然是怎麼樣 強勢股 強勢股也有修正的時候 結果你把它幹掉做肥料 就王冠AI指標一裝上去一看 原來是多方架構 所以我剛剛節目一開始就說 你不要憑你的感覺 對不對 而你手上抱了很多股票 你以為跌完了 它還繼續跌 它還在空方架構 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那我昨天也跟你們說 你要太弱留強 昨天我的節目是下午錄製的 晚上那個非凡的節目有沒有 標題就很大 要太弱留強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看 老船長的節目 因為現在這個時刻 就是要太弱留強 對不對 今天有些股票跌 但是它是強的 你卻把它幹掉 我剛剛不是舉例嗎 深洋半導體 對不對 那反而有些弱的 你當寶一樣一直留 我告訴你會留成仇的 老船長看你的節目好清楚 對 但是我們還是那句老話 我們把弱的都砍掉之後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沒裝AI智慧系統對不對 我們也不知道哪些是強的 那我不是有教學嗎 有啊老船長你有教學 可是我們不甩你啊 對不對 你看台北股市今天又跌了199點 我最近不是教學 我說你要太弱留強 什麼樣的股票 叫做強 大家看一下 我不是有舉例嗎 5285 我說這種股票 台北股市在大跌 它一直在多方架構 我麻煩你裝一台 王冠AI智慧系統 有這麼困難嗎 這一看就是比台北股市 要強很多的股票嘛 我不是拿來教學嗎 對不對 台北股市今天跌了199點 它有沒有跌 它沒有跌啊 那台北股市反彈的時候 它就會噴出去的嘛 對不對 今天有跌嗎 看一下 沒有跌啊 這個很明顯就是怎麼樣 看上去就是有人在照顧的股票嘛 那為什麼人家會照顧這樣的股票 因為很可能它的基本面後面有強大的什麼樣 這個爆發的機會嘛 所以我們就下去研究嘛 你看清楚 它是車用電子嘛 對不對 它是高階的怎麼樣 高階的導線價 它不是一般的導線價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台北股市你要找這種 跟它做一樣的 就只剩下順德啊 對不對 我不是在節目上有教學嗎 這兩檔股票 都是非常機優的 只是說你自己要懂得做功課 順德的股價多少 借零的股價又多少 那憑什麼我這個借零的股價 要輸你那麼多 我們從EPS來看 最快嘛 對不對 你呢 順德獲利呢 是我的1.23倍 我不是教你們嗎 1.38除以1.12 你的獲利是我的1.23倍 我們這初步的推算而已 那麼你順德的股價 應該也是我的1.23倍嘛 對不對 因為你獲利是我的1.23倍嘛 那你看順德 你把這個股價除以1.23 你大概會得到 大概110左右附近 所以換句話說 借零的股價是被嚴重低估的嘛 也難怪怎麼樣 它跌不下去嘛 然後再看看車用電子對不對 也是接下來台北股市 要帶領台北股市 反攻的要腳 那車用電子 裡面零件這麼多 你們每天只知道離電池離電池 有的人還說面板 因為這個電動車裡面要裝面板嘛 那是當然要有 問題是很多的零組件 是全世界都在競爭的 老船長沒有跟你們講嗎 這是經濟學最簡單的道理嘛 對不對 你要找那個怎麼樣 零組件很重要 很重要 要講三次嘛 對不對 很重要 然後競爭對手又少的 看來看去 導線價 高階的 很多家嗎 就兩家 對不對 所以 你們要太弱留強 就是你現在不能亂砍股票 對不對 你要把空方架構的股票早就砍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去買這檔股票的時候 你眼睛一看 哇空方架構不要買 這樣就OK了嘛 老船長這個時間要花多久時間 一秒 現在已經快要六月底了 今天六月二十九號 我從五月初到現在 你都還沒有安裝系統 你輸掉的錢 可以裝好多年 參加我的會員好多年了 就你現在六神五組 你套了一堆的股票 我每天在這邊 我的節目好像公益節目一樣 因為很多人都不願意安裝 參加會員還要錢對不對 你放心 七月份你參加會員我不送你 這兩套我說我送你 二十幾萬你不要 你非要用買的 那也無所謂 現在參加會員就送 七月我就不送了 還剩下兩天 你自己做決定 對不對 你不安裝就靠我測標寫這些 然後你就一支支看 我希望沒有對重你的股票 是吧 那很多人很可惜啊 沒有看我的節目啊 我昨天我在講德維的時候 已經是不知道要打多少下屁股了 說不能再買這個股票了 對不對 因為它在空方架構 三六七五 大家來看一下 三六七五 真的有時候很生氣啊 有沒有 來 今天繼續空方架構 有沒有很清楚 那你看 早上 早上開D還有很多人跑去買 這些人是昨天沒有看我的節目嗎 但是我給你保證這些人一定沒有安裝 王冠AI智慧系統 如果有安裝的人各位看一下你會去買嗎 這幾個交易日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這九天你完全不會去買德維 換句話說 你昨天買的人要打屁股對不對 你今天買的人要不要打照樣要打 買完以後就躺平了嘛 就收工了嘛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有安裝跟沒有安裝有沒有差別 老船長這樣看起來差別好大 對不對 這種倒霉事就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對 如果你有安裝王冠AI智慧系統 他可以幫很多投資人實現夢想 很多人說我來股市我要開名車住豪宅 對不對 你憑什麼 是不是 那你去買德維你為什麼不去買借鈴呢 人家借鈴到現在到今天還是多方架構 那是因為大盤在壓抑 在跌啊 對不對 大盤一反彈的時候 借鈴衝第一個就噴出去啦 那你的股票德維呢 你要多少支停板才能解套 所以不需要去把錢一直在那邊加碼 攤平越攤越平 是不是 那接下來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2498這我要講一下 本來我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來講這種股票 來 請導播照最近 宏達店要買是在哪一天 我在節目上有講這一天 叫做怎麼樣 一二三四五天前 五天前的時候宏達店在這一根黑K 這一根黑K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黑K 五天前宏達店在那一天是小跌的 我在節目上說它翻紅了 很多人說你這個什麼爛指標啊 宏達店今天還小跌還翻紅 有沒有搞錯 然後接下來宏達店就噴出去了 可是我在節目上說 我們不會建議也不會推薦去買這個公司 因為四個字叫做虧損公司 結果呢 哇 元宇宙手機出來了 然後呢 跌停板 好 沒有錯 它今天還是在多方架構 來你看 還在多方架構 但是你真的要買宏達店 你要五天前買 所以用王冠AI智慧系統 可以克服掉你的感覺 對吧 導播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有人說老船長 宏達店對不對 多頭架構幾天了 今天也是多頭架構 下去買有錯嗎 我沒有說錯 對不對 我只是說這支股票 就算在多方架構 我在節目上講 也不要去買它 因為它是虧損公司 所以為什麼參加 會員老船長幫你們把關 就算有些股票多頭架構 老船長也不會帶會員去買 大家要明白這個意思 好不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1477 1477 大家看一下 來 翻黑了 對不對 這檔股票叫做巨洋 你看一下 好股票沒有用 昨天已經翻黑了 今天去買的各位觀眾 要不要打屁股 要不要 這支停板關你什麼事啊 你有安裝系統 今天你有可能去買巨洋嗎 再看一次 昨天就翻空了 請導播照鏡 看到了沒有 昨天你看得出來翻空嗎 老船長 昨天這樣平平的 我感覺上 好像要噴出去了 對 往下灌了 這一套系統 真的可以幫助很多投資朋友 20歲到80歲 有眼睛 有手指頭 一秒鐘 就可以從一個 每天被人家宰割的散戶 變成股神 所以你現在手上有巨洋的話 我跟你講你退出股市 不要做了 因為你不相信科技 對吧 好 再來 哇這個重頭戲2609 我講2609 就等於在講貨櫃三雄 注意 有沒有 一直都在空方架構 老船長 這個除息 有掉下來 這個看技術分析不準 你就錯了 除息掉下來不是有個缺口嗎 你如果夠強 第一天就補掉了 哪有掉下來的缺口 在技術線型看來沒有影響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有缺口沒有補 就表示你沒有填息就很弱 而且最近都是怎麼樣 填海 什麼填息 海是沒有辦法填完的 所以最近的填息 就像填海一樣 而且很多投資人製作聰明 你看那個陽明 除完息之後拉漲停鎖對不對 長榮我們也來參加除息 今天對不對 除完息應該漲停鎖 然後還有很多投資人怎麼樣 不參加除息 但是覺得自己有小聰明 我們今天去給他當聰 買下去待會鎖漲停 把他嘎掉 對 一群傻瓜 早上開5%趕快買 等一下拉漲停鎖 嘎掉 好聰明喔 是 都在憑自己的感覺 跟幻想操作股票 我再送你一下 2603你看嘛 2603 剛才是陽明 現在2603給你看嘛 有沒有 一樣啊 空方架構啊 所以你看我在節目上 是很久都已經 不看好貨櫃三雄了 我管你殖利率多高 我管你配息多少 只要在我的王冠AI智慧系統 你是空方架構 我講都不講 對不對 很多人在分析 我可以參加除息 你看很多大老師上財經台 在胡說八道 舉圈舉差的 可以參加的舉圈舉圈 舉圈你們相信去買都掛掉 對不對 所以說不要 那些人去拿了通告費 對不對 自己去花樂了 然後你看他節目 對不對 你倒楣了 何必呢 把這些錢 輸掉的錢來怎麼樣 裝一台AI智慧系統 王冠在你的桌面 你明天就是股神 對吧 你還要相信誰 相信科技 好再來 我們來往下看 5425台辦 這個明星股 這也是財經台晚上在講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講台辦 在講什麼東西 這已經超過五個交易日 都在空方架構 五四二五 看一下 你今天去買台辦的 抓來打屁股 你說如果我的系統 看到去多方架構 你今天跑去買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但是最好是買王冠第一第二跟紅 那是更棒 對不對 不是 超過五個交易日 所以今天買 昨天買 前天買都要打屁股 對不對 輸錢怪誰 怪你不相信科技 這個如果我有更改 或是造假 每一個有安裝的 賠五億 八千萬新台幣 我負法律責任 多少人 現在一堆人安裝 對不對 都在跟我對 沒有辦法造假 好再來 3711 我比較少講這一張 這一支 日月光投控 看到沒有 這個已經翻空多久 對不對 3711 這翻多久 你有眼睛會不會看 會 來 你來 3711 翻空這麼久了 你今天早上還跑去買 各位觀眾 這些錢是不是不需要輸 是不是 但是他說 老子有錢就是要輸 那我就沒有辦法幫你了 好不好 你這麼有錢嘛 來 6415 我們的節目很寶貴 時間很寶貴 這個已經翻空更久了 看到沒有 系列KY 這個比較少人有 因為這個是古王嘛 2000多塊的股票 照樣跌 今天跌了多少 也是有下跌嘛 跌不多啦 跌150幾塊而已 跌不多 這是有錢能買的 好不好 再來 我們再來看 3533 今天看一些 平常沒有跟大家看到的股票 有沒有 這個也是翻空很久了 你都看得到 這也是好股票 加折 3533 3533 老船長 這個是機優股 加折 機優股也是跌36塊 機優股 我管你機優股 壓優股 對不對 股票不是只有看基本面的 是不是 我們把參數寫進去 寫進去也包括了基本面 各種面我們都寫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的如果是多方架構 我們覺得它怎麼樣 很強很棒 再給你看一次 5285 52 我先講在前面 這一支股票 大盤開始彈的時候 它就要噴出去 為什麼 跌的時候都這樣子了 對不對 大盤反彈的時候 它就要噴出去 我認為它會噴出去 因為它夠強 感覺起來就是有人在吃貨 對不對 不然它怎麼會一直維持在多方架構 人家為什麼要吃貨 我們有做基本面的分析 對不對 所以老船長有在用功 不是假的 不是隨便亂講 覺得它會漲 貨櫃三雄對不對 基本面這麼好 配息這麼多 值利率這麼高 沒有問題 參加出息 細 對不對 再來 2377 維新 這都是怎麼樣 機優股 但是機優股已經翻空這麼久了 翻空十天都有了 還在怎麼樣 維新 你今天再買 我知道你很有錢 你可不可以去買多方的 我講了半天 就是要你們去買多方架構的股票 像今天有些股票它跌 但它還在多方架構 你要買也可以 譬如說我講的深陽半導體 譬如說借鄰5285 對不對 這個能夠在這邊用騙了嗎 沒有辦法 不是說今天它跌 看壞 爛貨 它今天漲就好貨 請問一下 這一支昨天有沒有漲 我請教一下 舊教一下 陽明昨天不是漲停板鎖很穩嗎 昨天去追漲停鎖的 想說今天再一根就好 對 今天送你半根多一點 都是憑自己的想像在做股票 假如你有安裝王冠AI智慧系統 你一看這個後櫃三雄跟它趴趴熊 都是在空方架構 老船長說 不要去買空方架構的股票 占不到便宜的 比較吃辣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要買 好險沒有買 對不對 至少我節目上有講 你雖然還沒安裝 我現在做公益 我每天講那麼多股票 就希望你不要對重這些股票 你本來可能想要買德維的 你昨天有看到我的節目 你今天沒有買德維 就德維今天跌停板 關你什麼事 好險我昨天有看老船長節目 我覺得德維已經跌得夠多了 它應該會漲了 我今天要去買它 對 3675再講一次 還好你沒有買 因為你昨天有看老船長節目 所以我節目在做公益的 對不對 而且我們沒有什麼模擬良可 這支股票好像可以買 而且好像不能買 或是怎麼樣 隨便講 講完疊死也不關他的事 我們是有憑有據 用科學的力量 來輔助我們的怎麼樣 貪婪跟恐懼的 這些壞習慣 在股票市場 要把貪婪恐懼拿掉 只要是人做不到 我跟你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阿伯也是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對不對 那我們也是做不到 沒錯吧 真的老船長 所以說我希望你們趕快 把這個系統安裝起來 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接著看 像我講借鈴對不對 我認為大盤反攻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噴出去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不要到時候說真的好準 對不對 你們的多方架構不是隨便亂來的 是吧 或是你也可以印證 老船長說這個德維先不要碰短時間 對不對 你非要碰 你碰了你試試看 一段時間印證 你發現就算它明天漲 好不好 你能解套嗎 就算明天德維漲停板 你可不可以解套 你回答我嗎 你買在這你怎麼解套 是不是 而且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不要開玩笑 7月1號馬上來了 我就送到6月底 7月1號參加會員 你要這個王冠AI智慧系統 你要股票的部分 就是另外再交12萬8 我已經在6月份跟你講過很久了 所以最近來安裝的人非常多 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眼睛親眼看到 原來股票市場 早就可以怎麼樣 避開這一些空投架構的風險 那你把這些都避開之後 你說你要開名車 你要住豪宅 那個距離是不是拉近非常多 結果你現在在泥沼裡面 你搞了半天 你還在空投架構的股票 實在很不應該 每一天早上 把電腦打開來 你心裡想買什麼股票都可以 你一看空方架構打差不要買 多方架構盡量找那個怎麼樣 剛剛翻紅的 如果沒有它夠強勢 你要買也都比 買空方架構要來得好 對吧 準備好了嗎 馬上就7月1號囉 你要把握住最後兩天 5 4 打電話進來 我就送你開始 撥打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